这果然是徐州夜宵的神话 会员 辣汤油条 排吧排吧排吧 看一下 你们生意太好了 老板这个开到几点 四点 这弄两根油条 旁边吃辣汤 它这是一条街的美食 你可以来一个组合 在这买油条 这边吃辣汤 在那边买那鸡蛋小饼 你还可以来点烧烤 在一家点一家的食 咱每天不是在排队 就是在排队的路上 我选择店厉害 二十年以上的了解 这边买鸡蛋小饼 有那鸡蛋饼没老板 那给我来一个 一份 喝个蛋 两张是小饼的 这一套是六块 还配点小菜 好了 挺脆 这个好 这个好 买好在这边 喝辣汤 这是这么来的 这还得点这种盆子 这盆子这盆子大是吧 我跟你说我估计又得洗个澡 这周是一天换三点衣服 咱这一套是多少钱 十二 十二 那还行 看看这辣汤 这说是蛋汤多的 我发现就是咱来的这两天 就是徐州的店里边的空调 就根本跟没有一样 就是这两天在徐州喝汤喝出经验了 这汤就不要中口喝了 你得泡东西 这辣汤跟油条是绝变的 尝一下 我来的这个道理 徐州辣汤都是这个味 就是那个咸味很出头 就是颜色胡椒 就是咸 我们在徐州吃的这两天 碰到所有汤基本上都会油烂 应该是土腌死一只包子 咋是土腌死一只油烧 这店里没包的 最汤其实就是味道 基本没啥东西 你看看这两盆 满一大盆 咱们这两盆 果然是台湖最重团队 我其实挺喜欢喝这种 比较稀的汤 这点小饼 鸡蛋饼这么吃卷起来 这鸡蛋饼好吃 这鸡蛋饼600钱 说实话 这个价格还是挺定义的 这口味是我自己调配 刷了一点甜面酱 鸡蛋饼泡辣汤